这是周迅从影以来被虐的最惨的镜头 被酷刑折磨的昏死过去 全是 风声 女人发出痛苦的哀嚎 却仍不肯透露关于地下党的任何信息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辞自与日方讲和 要再 王精卫的得力助手叶剑波被当场击毙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抗日分子还做了很多针对委政府和日军的刺杀活动 可这一次女杀手却不幸被捕 特务处处长王天香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 甚至还在她的身上涂满香料 让野狗在她身上不停的撕 针灸酷刑的六爷一起来撬开女杀手的嘴 最终女杀手不堪折磨 她招认了 是组织里一个名为老枪的人潜伏在情报处里 每次都会通过城隍庙前的告示栏 给他们分发着指令 日方代表五天决定将计就计 她故意给情报处传达了一个错误消息 随后这份情报 情报经手的这五个人 成为了内鬼的最大嫌疑人 王天香和五天将五人邀请到了一处豪宅里 说是邀请 其实就是软禁 在没调查到水作石出前 谁都不准离开这里 晚上 有了这个小插曲 两个人的气氛才稍微缓和了一点 不然窗外有人在唱戏 仔细一看 那人竟是狡匪队队长吴志国 原来吴的队长也是他老师 小时候 你也是 小时候 常给我三爷有常见的 远处王天香和五天 却在派人暗中监视了这一切 第二天 王天香开始挨个单独审问 金生火一副很怂的样子 直言自己是靠走后门买来的官 实在没有必要当内奸呢 白小年也恃宠而骄 仗着自己是司令的男宠 手握所有人的黑料 连王天香都不放在眼里 可在审问顾小梦时 他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你知道什么是精神凌迟吗 这个女人被眼前的这个日本军官 一层一层的退去衣物 随着最后一道防线的失去 耻辱感让女人崩溃大汗 可这才刚刚开始 变态的日本军官 竟拿出一把卡齿 仔细丈量着女人的身体上 每一个器官的长度 顾小梦怀疑内奸是吴志刚 因为那天他递给金生火处长密闻情报时 吴志刚却专门 顾小梦赶紧上去拦住金处长 说这都是自己人 一听自己人 这简直是在吴志刚的雷区蹦迪 看见人听的调物 造谣生肥寒险 本人的都是自己人 我 这是真术事实 是不是 没有听到什么事实 明天被打月阳宝的身中两枪一步没退 应是拔了敌人的调宝 你在什么地方 吴志刚急了 伸手就要打顾小梦 却被李宁玉拦住 他嘲讽吴志刚 有这功夫 还是想想怎么对付日本人吧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吴志刚愤怒离场 武田却又开始搞事情 他表面上让五个人写下自己的官职履历 等到抓到内鬼后 对他们论功行赏 实际上却是想收集五人的笔记 与内鬼的笔记做比较 深夜 顾小梦和李宁玉 突然听到了隔壁房传来的声响 白小梦竟然被好几个大汉 带进了监狱里 原来在笔记的对比中 白小年和老鬼的字迹最像 白小年大喊自己是 情急之下将同事给打伤 他准备破釜沼 对外放出白小年就是内鬼的消息 特意设案招待无人 可暗中 他却安排了贴告示的那名清洁工 来给他们上菜 王天乡暗中观察着每一个人的动作 李宁玉不堪受辱 在饭桌上耍起了酒疯 却由此被排除了嫌疑 金生火因为敢直视清洁工的眼睛 也被排除了 而内鬼就在吴志刚和顾小梦之间 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对好闺蜜的对话 他们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管 一个却是地下抗日分子 李宁玉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对顾小梦来说 情报比他的命还要重要 吴志刚和顾小梦成了内鬼的最大嫌疑人 王天乡再次将四人齐聚 一起来看惨死的白小年 看到这样的前车之鉴 金处长崩溃了 与其这样受折磨而死 倒不如给他一个痛快 说完取枪引弹自尽 李宁玉被带走 房间里只剩下顾小梦和吴志刚 突然顾小梦率先开口 说吴志刚中午掉了支烟 上面还有暗号 远处间听到这一重要消息的王天乡 迅速反应过来 救下了快被掐死的顾小梦 顾小梦拿出了那根吴志刚刚掉的烟 上面用摩斯密码写着 撤 王天乡开始折磨吴志刚 变形不成 又再次请来让人闻风丧胆的六爷 吴志刚看见六爷出口就是一句国粹 只见六爷将毒涂在针头 然后刺激了吴志刚的脚底 一针就让他痛不一声 可另一边顾小梦也过得并不轻松 不然继续欺骗 就在 匆匆离场 就在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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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武田战败准备回国 忽然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 坐在了他的身边 此时武田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回到家乡 可中国人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日本战败投降 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胡志刚去找了落魄的李宁玉 想要找他拿回那件小 顾小梦就明白了他的身份 之所以两人互相摇紧 也是为了至少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 而那段秀在旗袍上的话也让人动容 我身在恋狱留下这份记录 是希望家人和御姐 原谅我此刻的决定 但我坚信 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 我亲爱的人 我对你们如此无情